那刚这里是彰化鹿港争的草中里 最近出现了一群鹿霸 不过这一群鹿霸并不是人 而是一堆狗狗 有个妇人她养了好多只的流浪狗 却没有好好的管理 那么这些狗呢是集体霸占大马路 就算车子按喇叭狗狗呢还是不为所动 而民众为了闪避这些狗还差一点相撞 非常危险 不管经过了车子怎么按喇叭 马路上的这些狗就是不为所动 他们像是事先分配好了一样 一直站一个地方 把整条大马路都站去了 公车来了得闪 对象又来了一台车也是闪 两车交汇为了闪狗差点撞到 非常危险 还有骑机车的 甚至是学生穿制服骑脚踏车的 人人行进这个地方都得闪狗 民众忍无可忍 拿着V8录影搜证 当起了公民记者 哇 你看吃鱼了 这大台车到小台车都不在买 连狗就不走了 看看这些狗 把马路当成了是自个的窝 下雨天甚至就地大小便 臭气重天 而且走近一看 每一只身上几乎都有皮肤病 狗狮子到处窜 还窜到附近民宅里 随手一抓就有 民众真的是受不了了 每天得拿着扫帚 扫狗狮子 这些狗其实是这位富人 好心收养的流浪狗 它虽然有爱心 但却没有好好的管理 让狗狗在外面爬爬灶 变成了路坝 邻居录影当证据 向环保局检举 富人这才答应 要好好处理狗的问题 尽快还给大家一个干净 安全的环境 记者谢中意 张华报道